中國的爛尾樓風暴 跟房企債務問題 預波盪漾 習近平第三任勤 推動共同富裕 現在他第一個拿房地產富豪K刀 去年搖搖欲追的第一張骨牌 恆大集團主席許家印 貢獻出第一滴血 根據港媒報導 傳說他去年拿來抵押的香港 太平山第三棟別墅 已經有一棟遭到的 中國健身銀行接管 被接管的是 布立競十號B座 市價大約是七億港元 許家印在太平山頂布立競十號 共有B C一座三棟豪宅 那麼B座去年抵押給建航 估計套現三億元 結果才一年就被接管 現在C座還有一座 去年十一月抵押給歐立市 這三座豪宅去年合進市值 是二十五億港元 許家印去年拿來抵押 並加上兩間離岸公司擔保 借了超過八億港元 銀行接管的消息顯示 整個中國的房地產風暴 還在持續延燒 距離平息 還早得很 中國房市不斷惡化 這回連向來有模範房企美名的 續輝集團也撐不下去 先前就爆出倒債危機的續輝 一號表示 因為無法和債權人達成協議 總金額高達四點一四美元的 境外債務本息 通通暫停支付 消息一出 續輝股價狂洩 百分之二十五 近年以來 跌幅更是已經達百分之九十一 根據十月銷售數據 中國北牆房企銷售額和去年同期相比 暴跌百分之二十八點四 和九月相比跌幅再擴大三個百分點 中國房產銷售旺季一向落在九月和十月 但今年金酒失敗後 銀石也未能收復屍土 除了房地產業 在拜登頒布晶片禁令後 中國半導體發展也形同被掐住命脈 美國晶片大廠麥威爾科技 宣布要大規模撤裁位在中國的研發團隊 專家估計 目前中國半導體業 人才缺口高達二十萬人 而且缺口會越來越大 因為為了避免受美中兩強相爭拖累 未來出走中國的外資晶片大廠 只會越來越多 金新聞 下次見 江振興報導